我應該代表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是小人走進去的狀況 所以我一走就知道他絕對太重 然後那個很危險 就是說我們腳不穩的時候會踢到 我下來就有一個電波他怎麼會踢 所以他要從那個門檻那邊要拉到這邊 變一個正直 就是他腳不穩的話 我自己可以上去 我走路很方便 像這個我慢慢走起來就很費力 可是他比會很重 所以你要拉到 然後其實你現在四十幾歲 你現在四十幾歲 到了九十幾歲還可以走 還可以走 就像這樣都很平靜的話 真的很難看 因為我們假如講所謂的他的規範的話 就是一比十二 那邊多高就要乘以十二倍 對對對 這樣其實他不是在規範 這個我們也試過 這樣我們走的人 八九十歲走的人很方便 可以在自己推的方式 就是一比十二 這是最標準的 就是 那我建議台詞上面 十二 就是要防滑 防滑 這個大家可以防滑 因為你這個在外面 方面有些人 你絕對不能呼那些台詞 容易清掃 但是容易清掃 容易滑 我們腳沒力的話很容易滑倒 我們最怕滑倒 所以這個要防滑 就是一般的這出造面就可以 這出造面 那把它拉遠 那讓他遠對一下 因為第一個拉遠的 要到入口 腳連入口進去都有問題的話 還是進不去 是 那 我會進去 有 有